你 我心里一直都没有放弃你们 没有放弃滑雪的印象 只要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 我一定还会再回到滑雪场的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我刚刚哭的样子很丑 你拍了也是浪费底片啊 你忘记了吗 我们说好的 你要做我的摄影模特 摄影大师 那你需要我摆什么样的造型 是这样吗 是呀 你不要在我面前强烟翻笑好不好 那你需要我怎么样 天天在大家面前哭个不停 然后说我怕死怕得要命吗 也许那样我会觉得你更需要我 我可以把肩膀借给你扛 听你说你有多痛苦 任姐 你别傻了 去找一个真正爱你的女孩 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如果你的病好 我绝对会听到你 去找一个我爱死的 她也爱死我了 任姐 好 我们就这么决定 我会慢慢忘记你这个处 任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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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赶快把病治好 我们各自都有幸福的美好 对 这样多好 对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妈 你在做什么 我一进来就闻到菜香味了 还不就是你爱吃的那几道菜呀 快去洗手 准备吃饭了 嗯 那伯母 我就先回去了 别走嘛 留下来一块吃吧 回去也没有热饭热菜吃 那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从小就喜欢吃伯母做的菜 你呀 就继续再夸夸我妈吧 以后啊 她准给你包办三餐 外家夜宵 我继续换衣服了 先坐下来吃吧 嗯 好 我来盛饭 听说你去求恩奇到医院做骨髓配对 哦 恩奇答应明天跟我见面谈清楚 我会尽力说服她 老实说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世影不肯接受林家的任何帮助 我也爱着恩奇她妈妈 不好去求他们 有我出面就行了 恩奇不像她爸妈那么势力 只要动之疫情 我相信她迟早会答应就适应一命 我相信她迟早会答应就适应一命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都要多谢你了 哎 仁姐啊 别客气啊 多吃一点啊 哎 仁姐啊 你给我听好了 以后你不准再去求恩奇或者任何人 我不要他们的怜悯 如果你不照我说的话去做 你现在就给我走 我不要你这个朋友了 哎 世影啊 你这是对待人家的态度吗 哎 伯母 没关系的 就让世影慢两句吧 啊 只要她能平安无事 慢两句也没关系啊 世影啊 你不吃东西就没有力气骂我呀 快 来来来来 坐下坐下 快吃饭 一边吃一边骂可以吧 这伯母做饭这么好吃 哎 伯母你也坐下来吃啊 快来快来 哎 快开饭哪 来来来来来来 哎 世影啊 来 多吃一点吧 来 世影快尝尝这虎皮尖椒 伯母做饭真是一流 我连做梦都想吃 哎 伯母你也吃啊 快吃 哎 快吃快吃快吃 来来来 是啊 世影 多吃一点才有力气嘛 嗯 哎 我的手真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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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杰克 来 喝酒 杰克 我今天恋爱高兴请你喝酒 你怎么一整晚都百负臭脸 开这张破照片啊 你懂不懂 什么叫做绝望 什么叫做心痛 我当然懂了 只要我的小婷婷一天不理我 估计会感到伤心 绝望 只要是你能够再次化学 恩吉就是叫我做他的一条狗我都愿意 我明天绝对不能跟他生气吵架 杰克 你最近 总老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 到底发生什么事 真糟糕 今天坐公交车把零巷都用光了 恩吉 可不可以借我一块钱啊 我想 帮雨翔买一杯咖啡 你为什么一再给雨翔带来困扰 你不是应该离我和雨翔远远的吗 等我帮雨翔买了咖啡 再帮他的血板上了蜡 我就会走 拜托你了 嗯 嗯 谢谢 换了我是你的话 早知道自己的性命所剩无几 我会选择离开 一开始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你还是决定自私地爱着雨翔 我怎么敢再爱着他 我只是求他 可以原谅我过去的自私 如果他不想原谅你那又怎么样 雨翔他是那么体贴那么善良 我想 要是在我生前 得不到他的原谅 等我死了以后 他一定会很刺责 所以恩琪 我只能这么做 如果生前 雨翔不能原谅我 那么我死后 雨翔还会活在悔恨当中 这杯咖啡呢 就由你帮我转交给他了 嗯 我呢 还得去帮他想一个好办法 让雨翔呢 可以天天都喝到咖啡 对了 我还要进去帮他刮剌 真的很谢谢你啊 为什么我听他说那些话 会觉得羞愧而又感动 难道我在嫉妒他 可以这么无私地去爱一个人吗 嗯 喂 恩琪 又是我 我会在店员门口 一直等到你出现为止 希望你不是发生什么意外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就完了 那怎么着 你等什么道 谁等道了 我在这等人呢 又又又喝 小的嘴还挺硬的 你 干什么你 你打了 你打死我也不错 你们不要杀了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到 你们放手啊 放手 放手 沈姐 沈姐 太好了恩琪 幸好我没有走 要不然我就等不到你了 你是不是被他们打笨了 你没被打死也会笨死的 别管我这些小伤了 我想跟你谈谈 是你的冰情 最笨的人是我 好 刚才我还以为你是为了等我 才不肯走的 可是说穿了你是为了叶师盈 恩琪 恩琪你听我说 我不听你放开我 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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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真的担心我的安危 还是担心我万一出事了 叶师盈也跟着完了 我刚才根本就没有想到 尸盈去 故意说好听话 骗我对不对 只要你答应去医院 叫我说什么都可以 我答应你去死吧 恩琪 恩琪 如果你恨不得我去死 我愿意去死 我愿意用生命做交换 只要你答应去做骨髓陪对 我愿意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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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乎了 只是把这倒 afternoon 我愿意去死 也可以我求职 avent 这些药物 足够让我打一百场假的 我看 我干脆替你办个医院 免费挂号牌好了 恩齐 我现在才不发现 你跟侍应这么高兴 你们两个都善 不然别人赶紧的药物 没错 我一点都是 我不会去做叶师盈 我知道 一定是你们家不得去 我这么做 我知道师尼父母根本就不愿承认 师尹是你们林家的女孩 不是这样 老实说 师尹并不想接受你们的帮助 她有她的自作 可是我相信 只要你愿意做她的姐妹 她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够了 不要口口声声都是叶师盈 她是专程找我出来散步吧 还是为了上次的事 想跟我说道歉 如果是为了上次的事 让就算了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亲家当不成也不用当仇家嘛 是 是啊 亮董事 我想你应该谅解 我身为一个母亲的私心 我ụ 你应该对吗 我学讲 你应该要多回你 你应该会 看着我 对 有点 可是担心你们无法谅解 他应该担心的是别的事 宁四最近有人提议 要停止对他滑雪的赞助 近期内我们要重新进行评估 很有可能 要把他从滑雪选手的名额中除掉 什么 这件事 先不要告诉师盈 可以吗 我说你是怎么搞的 我告诉你的意思 就是想让你来告诉他 让他专心滑雪 师盈 他不能再滑雪了 不滑雪 不滑雪好啊 那我直接打电话给公司 取消他的资格 大家都别浪费时间 师盈他病得很严重 他再滑下去的话 会有生命的危险 他不想让大家知道他的病气 尤其是雨下 现在我唯一能做的 也只是找你出来 请你再给他一点时间 让他好好地跟你相说声再见 你刚刚为什么不早说啊 你要早说的话 我也不会 他到底得了什么病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 我总可以介绍医院医生啊 你再不行可以去到国外去治疗了 我自己身上 如果没有 那我自己身上 就能够 守着 我自己身上 你给我 要来 我自己身上 来两份儿童套餐 你好 欢迎光临华宝之家 需要点点什么 请给我两份儿童套餐 好的 请稍等 来 过生日啊 来 给你唱生日快乐歌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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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回来 你不回来 你现在回来干吗 我只是回来找东西 马上走 李永乘 你把这个家当什么 你回来了 那就别想走 曼玉的 不是我需要冷静 你也需要冷静地相信 看看我们的婚姻 还有没有必要走下去 如果你签我的东西爱业 我马上可以全搬走 你怎么那么自私 什么事情都有你决定 你把我放在哪里 你要我尊重你 行了 你什么时候尊重我了 你现在心里只有叶家母女 你看我做什么都不顺眼 对不对 是不是 好了 我受够了你厌恶 我看不起我的眼神了 我那个玻璃罐在哪里 什么玻璃罐我在跟你说话呢 你为什么不好好反省一下 你为什么想想我和恩奇都不再尊重你了 我做不到你苗球的标准 我放弃了 可以吗 爸 你不要走 你跟妈妈再好好谈谈好不好 你让她走吧 她一起想着叶家母女 走 爸 我知道我找不到理由让你留下来 可我不想看到我们家 就这样被叶时颖他们一手破坏了 恩奇 这跟时颖他们无关的 你敢发誓 你刚才是不是在找这个 给我 她很直前吗 你为什么要找她 把她给我 你要是不说 我就把她砸了 不要 这是我跟时颖 仅有的快乐为宜 请你不要摔坏她 把她给我 原来我们母女 跟你生活了二十多年 还比不上一个夜时颖 够了 我上够你们了 爸爸如果想找宝贝女儿夜时颖的话 就去找吧 这个家早就不像家了 你们想要离婚的话就去离吧 反正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 我不想待在这个家了 哎 你这样跑出来 伯父伯母一定很担心 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吧 不必打了 他们才不会关心我呢 反正我一生下来就注定没有人关心我 没有人爱我 安琪 如果你什么都不跟我说 那我怎么帮你啊 你的肩膀借我靠一下就行 你是觉得愧疚 才会对我这么好 如果你发现 你不欠我什么的 你肯定连看都不看我 的确 我亏欠你这个难度 可是如果你不值得做 我 我也会有这么担心你啊 我已经分不清楚了 你是真关心还是假关心 我 不 可我知道 我很需要你的配方 不想不离你一个人 你为什么不能珍惜爱我呢 如果我们两个可以在一起 那该多好 安琪 他没得说 我也怀疑你是真的爱我吗 我觉得你对杨人杰的 我早就不爱人杰了 可是你还爱着适应对不对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跟人杰的合影 都被我撕碎扔掉了 你呢 我知道答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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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真跟我猜想的一样 果真跟我猜想的一样 不但保存得好好的 还放在房间的床头柜里 这是一个回忆 不代表什么 如果我要你丢了它呢 你明明知道我不只想做你的滑雪伙伴 朋友 可你一直都在逃避 终归 是为了施颖对不对 我需要一点时间 我现在只是想全心全意的滑雪 借口 这全是借口 那我跟你说 如果我跟施颖一起掉到水里 你会先救施颖 你的答案是他对不对 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教我怎么回答你呢 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施颖生病快死了 可是你去找他 丢下我一个人的话 我会抢在他之前 死在你面前 你说的是真的吗 施颖快死了是真的 我想死也是真的 通通都是真的 文青 你再说接住一点 施颖该怎么了 你以为人间 为什么会苦苦的纠缠 他只想求我去救施颖 做捕随配对 我想你知道 以后也会跟他 有同样的反应吧 大家都想着施颖 而不顾及我的感受 文青 我去见施颖 童雨翔 你连半分钟都没有犹豫 却要丢下我 还说你是真心关心 我在乎我 文青 我必须见施颖一面 请你不要做傻事 老师在这里等我 对不起 人家想着适应 爸爸想着适应 你想你想着适应 看我算什么 好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 愿意爱我吗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 你真的爱看滑雪吗 你好 我自己想做 我把你带路 这件事 你担心你 想到适应 我找我 和你一担心 你永乐 你看 我这不是站得好好的吗 你怎么感觉怪怪的 你终于愿意开口跟我说话了 是不是我的诚意感动了你啊 而不是什么别的原因吧 是 你没别的话想跟我说吗 我当然有了 你是不是 愿意重新跟我做朋友了 好 雨晓 谢谢你 谢谢你还是这么宽荣大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 好好庆祝一下呢 我帮你去买吧 你想去买吧 我帮你去买吧 你一块儿 又前方有个存钱罐 你看到了没 你口袋里的陵姐呀 老是不够多 还好想到了这个爱心存钱罐 以后你就不怕喝不到热咖啡了 我 是 我让我爸爸回来 他不是叶石英的爸爸 我愿意优身体走路 只要你愿意大意 你才是我 你才是 你想掩饰我的 叶石英 你别想抢走他们 对了 杨总 早来了 以后我帮你 取把上蜡一次 你就请我吃一碗面 好不好 老板 再给我拿两瓶啤酒来 小气呀 我也没有叫你 请我去大餐厅吃 来 让我喝点啤酒 行 行 怎么样 我要的东西 来 师姨 怎么了 以后你不要帮我上班 不要来慢跑 也不要跟我买咖啡 你是不是觉得 我这个朋友很烦啊 不是 我只是担心你 你先接吧 嗯 眼睛 我的天校正在吃面呐 你不用来接我了 い 你不要来接我了 你 什么 你跟她在一起 对 开不开心 开心 对了 我们刚刚话还没说完呢 你为什么 不让我帮你上蜡 也不能帮你买咖啡 是不是怕恩奇 误会了 不是 我是担心 我没办法跟前任女朋友 好好地做朋友 我没把握 因为我没把握 可以对你在无动于衷了 是这样啊 那我以后再也不勉强你了 可是 我总可以 到滑渠场 看看你和恩奇 练华的情况吧 这么做你会开心点吗 嗯 因为你和恩奇 都是我想去关心的人 虽然恩奇 现在还不愿意承认我是她姐姐 现在还不愿意承认 你和恩奇 喂 什么 你等我我马上到 发生什么事了 恩奇她 恩奇她很需要我 我必须去看她 你一个人在这里可以吗 要不要打电话就人接过来 嗯 我好好在这里吃面 会有什么事情啊 你快去找恩奇吧 对不起 我先走了 嗯 幸好我发现得早 不然她流那么多血 不死也差不多了 回庭 你先出去 我想单独跟恩奇谈谈 好吧 恩奇姐啊 你放心 我只要答应你不说出去 就一定会守口如瓶道 嗯 那 我先出去了 嗯 为什么你要这么傻 我不是跟你说好了 我马上就会回来陪你吗 我没勇气再活下去 以前我傻傻地等着洋人节 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夜市 我想你跟洋人节一样 一去就不再回来了 我一个人真的很无淡 我好想死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我听到你的道歉了 你可以走了 不用管 我怎么可能再丢下你一个人 如果你不能永远陪在我身边 你现在就走 你去找夜市盈啊 对不起 恩妻 我只是一时听到市盈生病 非常心急 没有多想 才会丢下你 我都宁愿得病的是我 至少是盈有人节陪伴 给我爸爸挂念 而我呢 根本没人在乎我 有啊 我在乎你 我在乎你这个朋友 雨香 只有你还在乎我 我不能没有你 嗯 我本来以为 我对市盈已经死心 可当我知道可能会再也见不到它 我真的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如果我愿意救诗盈 你可以留在我身边不走吗 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我打电话叫车去 妈 你别瞎紧张了 我只是有点累而已啊 真没骗我 诗盈 如果真的很累 就别再去看雨江恋华了 妈 过阵子我就不去了 因为我这双腿快走不动了 喂 喂 喂 哪位呀 怎么不说话呀 什么呀 喂 妈 又没人讲话 到底是谁在玩这种无聊的电话 是你吗 你为什么还要再打电话过来 我只想听听你听你的事 看能不能还好 妈 赶快把电话挂掉 没有必要跟他多说什么 师爷 玉琪 玉琪 师爷 来 快 快起来 小心啊 到底哪儿不舒服 妈 我吃了指头药就没事了 你 你忍着点 我去给你拿药来 妈 玉琪 师爷怎么了 玉琪 给 玉琪 你开门哪 让我进去 看看师爷怎么了 吃了药 吃了药 我们马上再去医院 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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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哪 妈 不要 玉琪 不要开门 师爷 开门哪玉琪 你把妈吓坏了 你就当她只是个医生 让她看一看吧 玉琪 师爷 不要开门 玉琪 开门哪 玉琪 师爷 我只想看看你们好不好 那不看一眼也行啊 玉琪 你走吧 不要再来了 听见了吗 我说话你听见了吗 我说你是个傻瓜 什么瓜 如果我愿意就适应你 你可以留在我身边不走吗 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卑鄙 可没有你我真的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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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你能够适应 进世前嫌的话 我答应永远陪在你身边 你活不下去 你活不下去 你听到吗 否則我不会原谅你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你 咖啡刚煮好一起喝吧 谢谢 我跟医院联系好了 他们帮我安排明天去做检查 看我们的骨髓是否相配 你一定想问我为什么这么做 对吗 如果是因为人杰打扰了你 我感到很抱歉 说我不恨你是假的 先是人杰抛下我 选择跟你在一起 后来是你在订婚party之前 带走了雨翔 我爱的人都因为你而背叛了我 可是我再怎么恨你 也不可能恨到 你就此消失死掉 毕竟在血缘关系上 你是我的姐姐 不是吗 恩琪 你真的愿意承认 我们是姐妹了吗 之前我对你是那么的自私 绝情 你还愿意原谅我 我真的是太丢脸了 老实说 我也是为了雨翔才这么做的 你千万不要告诉雨翔我生病了 我没告诉她 我也会很自私的选择隐瞒到底的 因为我们已经决定结婚 一起追求滑雪的梦想 我相信 我相信 一定是远非让你们在一起 我明明一定要好好珍惜才对啊 我的夜市影的报分应该成功一大会儿了 可是我为什么会让你感觉得开心呢 不过 无论如何请你再相信我一次 我保证会好好对她一起的 我保证会好好对她一起的 雨翔 雨翔 你要想清楚 婚姻是一辈子的事 我不希望有将来后悔 我承认我对恩妻只有感激 感激她为我牺牲很多 付出很多 那你就应该选择了 可是我跟世影没缘分 现在 我只想陪在恩妻身边 照顾她 把恩妻交给我们 可以吗 这只戒指 我本来也以为是最爱的成功 可是没有 却变成冲锋的两口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的心里 一直藏着雨前的影子 就变成了一个动物 越来越大 大到我对曼云的那点爱 根本不够天 你不会了解困在这样的婚姻里 我多难受 谢谢你的祝告 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会逃避 我会留在恩妻身边 当个负责任的丈夫 如果这样还劝不了你 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只是求你 试着去爱恩妻 尽可能多爱一点 可以吗 我会的 不管有多困难 我大有多负 一定努力去做 好 许特住吗 待会把所有的资料 都给我送来 这次我要给我女儿 选一个更棒的地方 好好地办一个风光的婚礼 好 恩妻啊 你真是妈妈的好女儿 妈妈知道 你一定会抢回雨翔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 这个好消息来得这么快 妈 你等我跟雨翔真的结了婚 再高兴也不迟啊 对 我们不能高兴得太早了 我们还得提防叶尸盈 不能让她有机会 再让雨翔动摇 你别以为 妈妈是在瞎紧着 叶尸盈虽然得了那种病 可她现在还是你的对手 如果你心软同情她 等于是中了她的劲 我的个性应该比较像妈吧 所以妈你不用担心 我绝对不会可怜叶尸盈的 你说得对 你要是不像妈妈 又怎么能让雨翔重新回头 重新向你求婚呢 不过你这次 到底有没有把我结得成婚啊 如果没有的话 让妈妈再给你想想办法 画点脑筋 让雨翔没有毁婚的退路 妈 你不用费心了 雨翔一定会跟我结婚的 因为这次她知道 反悔的代价是什么 你还真是我杨曼云的女儿 那妈妈就不要再白花力气替你烦恼了 我把所有的精力呢 都用在帮你打点婚礼上 嗯 乖 我会笑的 但不是现在 等我看见夜市眼痛苦的模样 我一定可以痛痛快快的笑 来吧 好 这就会有什么好处 好处